第27题,加深做实验时把假液滴入乙液中,并计入假液滴入的体积与测得的乙液PH值的关系,如右图所示,请问加深滴加的过程是下列何种情况? 我们看到一开始乙液的PH值小于7,表示它是酸性,表示乙液是酸,我们把假液滴入酸中,同时我们看到它最后的PH值会超过7, 表示加进去的东西不是水,因为如果是水,那么一直往里面加水,最多只是像纯水一样,PH值会等于7,也就是这个PH值会非常非常接近7,这加入纯水的状况,而这里有超过7,表示我加入的是碱, 所以这个里面是我们的假液是碱,而乙液是酸,是把碱滴入酸中,看到选项中只有C选项,氢氧化钠滴入塩酸中,是碱滴入酸中, 所以第27题问我们说,请问加深滴加的过程是下列何种情况?我们答案选的是C,将氢氧化钠滴入塩酸中。 88块钱吗? 4-5D 2